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今次就介紹影視娛樂圈廣告 姜濤方面,又贏一仗 將會贏一仗,不過我覺得已經贏了 這次的事件挺厲害的 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在10座的主頻道 幫我點擊留言讚好 和他的後備頻道,Golden Boys Live 希望大家繼續留言點擊讚好 希望我日後可以和大家做個Live 話說這件事就是這樣說 大家記得在我之前的影片 有幾段影片都說 姜濤的新電影,媽媽有了第2個 已經殺了4 已經完成了 這個電影,由彭秀偉做導演 毛信軍、姜濤、J 領銜主演 這次就快贏了 入圍第17屆大阪亞洲電影節競賽項目 導演彭秀偉繼执道處女在29加1之後 獲邀參加同一個電影節 影後 毛信軍也有新作良相國際影展 姜濤和J 就是第一次參與電影 立即入海外電影 厲害 大阪亞洲電影節是日本大阪 在每年3月舉行的亞洲影視活檔 過去曾經有不少香港電影入圍和得獎 彭秀偉执道的29加1 在第12屆榮獲客觀獎 即是觀眾選舉大獎 第2部作品媽媽有了第2個 再獲大阪亞洲電影節的垂青 會入圍競賽項目 彭秀偉也說 很開心 對於大阪亞洲電影節 特別感請第一部作品29加1 亦在電影中得獎 當時我專程飛去大阪參加 更可以在戲院的觀眾席上 看到日語配音字幕的29加1 我感覺非常奇妙不生難忘 很開心當時獲得客觀獎 即是觀眾選票大獎 今次再度入圍很開心 很感動 我結束 離開電影節 又有第2部 執導作品出來 很遺憾今年不能出席電影節 真的因為疫情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日本觀眾對姜濤和阿珠的認識 情緒有多深 但很肯定他們會認識 因為日本有很多香港電影媒 希望他們透過這個 入電影的認識到香港的新演員 都希望他們會喜歡這部 這麼多香港音樂的電影 很厲害 毛孫君又說什麼呢 他說媽有了帝國 入圍了大阪亞洲電影節 就好像入了一支強心針 阿蓋歡喜很開心 特別在被疫情困擾得異常沉迷的時候 聽到這個消息 令他非常精神和為之一陣溫暖 我希望所有觀眾都喜歡 媽有了帝國 又參與不同的電影節 都能夠奇開得勝 作為銀幕第一劑 那姜濤又怎樣呢 姜濤參加了這部電影 結果先聲奪人第一次 獲要參加國際電影節 國際級的影展 姜濤就說 他很驚喜 很開心 媽有了第二個 能夠入圍大阪亞洲電影展 這也是她第一次拍電影 我想過第一次拍電影 就可以入圍國際影展 她感到非常榮幸 亦希望日本觀眾可以從日文節目感受 他們用心的演出 請大家多多支持 感謝 和姜濤同屬參與電影第一次的J 亦都電影入圍對大阪亞洲電影節大感著弱 這部是我和姜濤第一部電影 我們投放了很多心血 很開心這部電影衝出香港 讓日本觀眾可以欣賞到作為新人 這部電影是好的學習機會 能夠入圍國際電影節 是個Bonus 希望大家能夠值此多加留意香港的新演員 讓香港的演藝圈越來越百花齊放 特別想多謝導演彭守衛 她很用心教導我們演戲 演戲方面我和姜濤是資歷比較淺 她在事前的準備功夫花了很多心思 協助我們投入角色 是個很好的導演 另外,Mo姐也很用心教導她們 很開心她們可以和不同的前輩合作 同時也辛苦了一班幕後工作人員 將她們照顧周渡 才令她們有幕前更好的演出 厲害 姜濤這件事就是這麼多 我怎麼看呢 她入圍的電影節應該獲得獎 因為彭守衛已經有前科 彭守衛拍的電影口味應該很適合日本人的口味 所以上次20個加一贏了 她有些日本的感覺 你欣賞20個加一 剛剛有了另一個不知如何 其實有機會我都想可以看一看 看看香港首映的時候有沒有機會看 或者用什麼形式去首映 但無論如何都好 對於姜濤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因為為什麼呢 她第一次拍電影 姜濤有得獎的機會 雖然入圍我覺得有很大機會 但始終一日未公佈 都不知道她會怎樣 所以姜濤這次都成功了 所以拍電影除了得獎之外 因為其實賺錢也很重要 如果這個電影在香港判房又收得的話 我想姜濤很快會有第二部上映 所以這次獲獎已經是成功的第一部 希望姜濤再接再例 希望她又拍更好的電影 更大的電影 更好的電影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姜濤 希望她在影軒發光發熱 好 大家多謝我